是比较长啊 也是比较长啊 也是比较长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他呢主要的还是工作 工作 而今天要讲的两个 包含两个词根呢 他主要讲的是古代人 他做工作的两项内容 看吧啊 两项内容 哪两项内容呢 第一 第一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驱使 赶 过去可能是赶牛赶马 第二 第二是你所有手工工作的内容 是啥呢 有打 有磨 有推 有压 等等这样啊 具体干什么 我们来看啊 第一驱使 推东西 第二 你把石头削成这样子 打压 磨 嗯 丰富的很啊 今天东西丰富的很 涉及到的单词 45个 那么涉及到的词根 两个 第一个 URG 第二个 PEL 我们分别来讲 他们重要的侧重的内容 是什么 今天大概时间 二十多分钟 可以讲完 好吧 好 我们首先来看了啊 第一个 大家要记住叫二个 二个 二个的话呢 它主要指代什么呢 是驱动 是赶 是推 这个呢 是它的主要 主要的意思啊 当然它肯定有普遍的 有工作的含义 没有问题 这个URG的U 变成E 或者变成O 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隔离定律嘛 原因互换嘛 咱也就吃它这一套 就写错了 你知道就行了 但是呢 比较好背的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物理学的比较好东西 你应该知道 我们做工有一个单位叫 R格 就这个ERG 请大家看这里 R格 R格是做工的单位 这一下 由这个相当好记了 从这个R格 我们开始看 由R格生出来的东西啊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URG这一组 RG这一组 我们先严格的讲 它从词源学上 跟这个不是一组 但是没关系 它是意义上的近期 放在一起讲 完全没问题 好 第一个单词 我们把它叫URGE URGE就是我们的推动 啊 驱使推动 Drive 所以URGE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也没有 它做动词就叫催错 就叫鼓动 等于就是PUSH 就是推 比如一个句 他说 He urged that we should go 就是他催我们了 他鼓舞我们 或者催促我们 说咱们赶紧走吧 就推着我们往前走 好 RGE说动词非常简单 等于PUSH 那么它作为名词呢 也比较简单 它等于什么呢 它推动你 我们原来讲这个Drive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啊 Drive也是驱动 Drive someday to do someday 那么Drive做名词 还有一个含义 它叫一种欲望 愿望 所以RGE在这里也是啊 你推动别人 你驱动别人 你总有一个你的想法 这个做名词也叫一种Urge 也是比较强烈的欲望 愿望 我想怎么样 我在推着你走 所以我们来看 我突然有一种Sudden urge 有一种这种冲动 I want to go travel Sudden urge 就突然产生的欲望 愿望 所以这个很简单 下面一个Urgent 有Urge 这个推动 愿望 欲望生出来的啊 Urgent加ENT 没有任何问题啊 它叫催的着急的 Urgent 把你催的好着急 比如请看这副图 哇 这个病人进医院 Urgent Urgent care 急救 对吧 所以Urgent叫着急的 急的 催的急的 好 那么来看 Urgent的Li 我们变成Li 变成副词 那么把它叫迫切的啊 紧急的 就是催 把人催的啊 催的很着急 好 下面一个 我们来看啊 Urge的Erg 变成了Orge 大家看到了啊 Orge Hash Work Hash Work 加个In 你不要管它 那个Organ 就是工作的东西 或者运转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 它会用的哪两大层含义呢 第一个叫Internal Internal 就是里边啊 Organ of Animal 动物 比如人呐 动物的身体上工作的东西 叫啥 叫人的器官 没问题吧 但是呢 你要看到组织架构里边 政府里边讲的 Official Organ 我们知道 那工作什么 那叫组织 对吧 一个叫器官 一个叫组织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了 没有问题打个1 我们先看一下网络是否正常 工作的东西吗 对吧 那你身体里面 比如肝是解毒的 没问题打个1 Everybody 好 肝是解毒的 肺是什么 吸气的 对吧 没问题啊 好 往下走 那么下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请大家看啊 好 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叫Organ 它叫器官 器官有一个最大特点啊 它生出来一个单字叫Organic 器官有一个最大特点 它是自然发育而成的 这一点大家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到Organic的时候 它当然可以指代器官得 但是它更重要的含义 它强调一定是自然发展成的 所以它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有机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机这种概念 有机蔬菜 有机这个有机那个 什么叫有机 就是种植的过程当中 你不加任何的人工干预 让它自然而然的发展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Organic Growth 看到这样的一个词组 它的意思不是有机发展 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 不加其他的干预 听懂的再次打一 Everybody 我担心今天晚上 我们在这个时候录啊 他这个这个这个网络不太好啊 请你再打一 看网络是否正常 OK啊 行好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我们再来看啊 Organism Organism ISM表示名词 所以Organism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自然而然 长成的东西 生物 只不过它现在一般 它什么的缩写 它一般是microorganism的缩写 叫微生物 讲的比较多 其实它还是生物 就是自然而然长成的东西了 好 下面一个下面一单词叫Organ 看好啊 对不对 它也叫组织嘛 我们刚才叫是不是叫组织 Organ叫人的组织 对吧 器官 我们来加个IZE 但是它主要含义还是work工作 所以Organize 就是利于工作 把工作整得井井有条 让你工作更好开展 更好 更好的去组织 我们说了半天组织 它说回来意思 还是组织 整理 安排 Organize 所以Organize 这个动词 那么再生出孩子来 比如说Reorganize 它叫重组 叫重新安排 重新组织 还是干活的意思 还是干活的意思 本来Organ我们都知道 井井有条 对吧 组织 器官 对不对 好 我想看Organization 名词各种各样的组织 刚才我们说过了 人身上的叫器官 其实也叫人体组织 对吧 第二 这个生活中的 我们把它叫机构 叫机构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都可以 这两人都可以 好 如果在后面加一个Al 它等于组织得 机构得 什么意思也没有 什么意思也没有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大家比较熟了吧 叫energy 这个EN什么呢 叫使得 叫在 对吧 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再说啊 我们刚才 Urg变到Org 对吧 到器官组织工作 再到这里的工作 都一样 啊 energy等于什么呢 叫使工作 让别人工作的东西 是啥呢 是啥 能够让你工作的东西 不是让人了啊 比如让机器 让机器人工作的东西 能量 让人工作 你得有精力 就是你累了 就要喝红牛 你就给你补一点energy 让你可以使得 你可以继续工作 好 那我们来看了 如果有一个人 天天都充满了energy 啊 这个人天天 这个单词叫 Energetic Energetic 啊 这个人就是天天能量 用不完 浑身上下充满energy 啊 充满了能量 那挺好的 其实这样啊 叫精力充沛 精力旺盛 啊 叫Energetic 所以呢 如果我们做工作 你看 加一个LY 它叫Energetic 啊 变成负责 精力充沛地 啊 精力旺盛地 活跃地 都可以 好 那么如果是这个东西啊 请看 Energy 没有问题 能量 加了个IZE 那意思相当简单 就是让你充满能量 啊 让你充满能量 充满能量啊 对不对 让你活跃啊 也可以做 鼓励你啊 鼓务你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叫Surgery 啊 Surgery Surgery 我们先来看啊 Surgery 啊 Surgery 好 Surgery 前面这个Sur 什么东西啊 呃 前面这个Sur 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词根 啊 我们就不用多讲它了啊 它的意思是手 那么后边的ERG 这里的G 变成了Y 请大家仔细看 G变成了Y 所以它还是工作 它的意思是用手 来工作 啊 其实它专门指代的是什么 在医院 这个单词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啊 在医院里面就是拿手在你身上操作操作 对了 就是手术 为了这个我还专门了解了一下啊 我说光讲 我我专门外科手术 对啊 那有没有内科手术来 啊 是什么 才想起了 哦 对了 最一查 他说 没得 只有外科手术 内科是用药 外科是动 动家伙事啊 外科是动家伙事 所以Surgery 就是在你身上划刀子 那种就叫外科手术啊 所以Surgery 就是外科 外科手术的啊 没有个内科手术 这一说啊 我才知道 哎 长知识 好 下面一个Surgeon O 这个O 就是Person的O O 啊 Person 人 给你做手术 动刀子 那个人在你身上划来划去 那种 Surgeon 好了好了 好了啊 就是手术啊 外科医生啊 外科医生 好 下面这个单词叫 Allergy Allergy 先给我念一下 叫Allergy 这个Al不是All 不是所有 记住啊 它是我们将来以后 学到一个重要的词根 叫另外的 Others 像这个O 是Others 其他的 它生出来一个孩子 叫Alien 就是大家看过 那异形没有 Alien 我们将来还要学 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他们族的单词啊 Alienate 疏远远离外 外星人 异形 另外 这个二个就是 动作 反应 大家记住啊 所以Allergy 合在一起 身体是在工作 是在起反应 我的妈呀 但起的是异样的反应 别的反应 不太好的反应 比如我一闻这个花完了 脸肿了 哇 其他的反应 这咋了 Allergy 过敏了 哎呦 这个过敏是最讨厌了啊 这个Allergy Allergy 好了啊 好 那么下 如果他的形容词 叫Allergic 叫过敏的 比如说 I'm allergic to fish 就是我不能吃鱼 我一吃鱼 身上就有一样的反应 啊 当然 大家过敏 谁不讨厌 我的天还吃个啥嘴 肿的到时候还危及生命了 所以就一个叫厌恶啊 所以当你看到有些人说 I'm allergic to hard work 他不是对 他不是对 繁重的工作过敏 但是我讨厌啊 我一看到那个 我心里感到倍感恶心 是吧 我不想 不想工作 Allergic 过敏 厌恶的 好 好 OK了吗 OK 我们现在网络OK 先打个一 前半部分结束啊 你想一想很简单 做简单复习啊 打个一啊 O-R-G-U-R-G-E-R-G 我们的organ器官组织 组织你去做工作 包括surgery 在你身上动刀子 Allergy 其实很简单 都是做 下面这可热闹了啊 下面是你工作的内容 请大家看一下啊 哇 过去人说的 我们 我们其实 课上其实讲过啊 女人啊 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Tex啊 女人在家里边 知 Tex 男人在外头要 Tex Tex 要干各种各样的建筑 干活 来看男人干活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 推动 就是挪东西 比如把这个石头 从这边挪到那边去 第二 就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 打磨压 大家记住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 打磨压工具 这全是男人干的活 女人只干一种 叫Tex 编啊 编东西 织布马 男跟女织 对吧 这是拿同学教我的来着 我忘了啊 所以你记住了 在这里 它叫Pel 或者Po Pel 或者Po 对 做苦力 男人们 那应该的啊 好 第一个 我们就记住啊 推 打 磨 压 它都有这些 都是这个意思 我带你来领略一下 古代男人干的活啊 第一 这个不是干活 第一个 他就不是 好尴尬呦 第一个 Pulse 这个Pulse 就是老外写错的Push 就是推 因为你人啊 你把手指头 放在咱们这个手腕上 放在脖子上 你发现 这个东西在推动着 你的 推着你的手 这啥 这活人都会有啊 推动的东西 脉搏 所以Pulse 第一 叫脉搏 做动词 如果叫Pulse 就像心脏那种 有规律的跳动 这个Pulse 在物理学上 它叫什么 叫脉冲 你不知道脉冲 没关系 你知道这边有个脉 看到了没有 就是脉冲 也就是那种 有规律的这种 这种波浪型 咱们就这么讲 它跟脉 也有关系 叫Pulse 好 下面一个 叫Pulse 我找这幅图 很辛苦 因为我小时候 明明记得 有一个鞋油 叫保力石 保力石 就是鞋油 起名叫保力石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 它的品牌 就叫Pulse 什么叫鞋油 鞋油是不是 打磨磨得光光的 这个东西 所以Pulse 就叫保力石鞋油 可惜我没找到 可能那鞋油 早都倒闭了 对吧 它叫抛光 打磨 抛光打磨擦亮 使完美 看到了没有 看到打个一 这很好记 Pulse 就是保力石鞋油 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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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往下看 老外 P4不分的时候 请看 P4 和4 我早就说过 这个纯齿音 分不清的 所以这个Felt 这个单词不重要 你可以不要记 我是特地引他进来 讲一些重要单词 你记不住 没关系 Felt直接讲 叫毛毡 你知道这个毡子 是怎么做的吧 毡子是把女人织出来 不是你老婆嘛 老婆在家吧 布织好 男人什么 把这些毡子 这些破布 狠狠地给他压在一起 挤压压压 好几层压在一起 这是毛毡 毡毡毡 是这样出来 因为毡子要厚 好 那么毡子有什么用呢 请他看 这才重要单词出来了 由Felt生出来的 Filter Filter 大家现在家里用的空调也好 这个什么空气 什么 净化器也好 你打开里边 都有一个这个Filter 叫过滤器 这过滤器实际上就是 那个过去毛毡 一层一层的毛毡 有点像不像毛毡 空气从这过去 然后那个杂质留在这个 这个毡子 留在这个毡子上 大家理解我的画面 我现在有点失语了 理解了打个1 叫过滤器 过滤 理解帮我打个1 你能看到吧 这个图我其实找得很好 这上面都是那种毛毡 毛膝下来 它不重要 Filter 其实用的也不多 过滤器过滤 做动词 用的不多 狠的是它的 它的熟词屁 或者它的新闻用法 在我们考试当中 前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单词 Filter在新闻学上 它的意思叫传播 因为你所有的新闻想要传开 必须要经过国家的审核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新闻 国家一定是审过的 你不可能发动 发布这个反动言论 是要给你过滤掉的 所以它叫新闻的传播 大家记住了没有 我给你个例句啊 说的news filtered through the college 意思就是这个新闻 很快这个消息 在大学内传开 记住打一 非常关键 这当年这道题 大概会影响 四分左右的分数 很要命的啊 Filter 所以它才是重要单词 我再把它拿到 所以本来我用不着讲 felt 这个词用的很少 好 filtrate filtrate的动词 ate 标准动词过滤 等于filter filter的这个动词含义 好 下面重要单词来了啊 跟我 我这儿讲慢一点 叫appeal appeal 我速度降下来了啊 好 请看 ap 替代词 没有任何含义 peal 就是peal 推动 驱使 好 它分了N种情况 第一 something 有些东西 appeals somebody 它的意思就是 这样东西 能够驱使着人们 就让人们动起来 叫推动 促使 比如说 钱 appeals everybody 那是什么钱 我们讲 推也好 吸也好 在这我们翻译 为什么最好呢 叫吸引 钱引着大家去做 反正不管推也好 吸也好 大家就是让你动起来 大家理解这点 先打个1 就是appear 这个东西 appeal somebody 就吸引着 让我去干活 比如这件事 appeals me 很吸引我 让我动钱 我再坐不住了 比如说 他告诉我一个事 很发财 这件事情 the thing appeals me 让我动起来 第二个 好理解了啊 如果appeal 后面 appeal to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跟了人 to do something 后面还有一个do 对啊 这时候 把它直接换成push 就是推动 鼓舞 大家去做事情 比如appear to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等于pus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推动 推动 好 如果appeal 就是to的法院 就是把这件案子 推到法院 送到法院 那是干什么呢 上诉 申诉 请看这三种含义 理解的大一 这是重要单词 appeal 高频重点 单词 appeal 第一 吸引某人 做某事 理解打一啊 something appeal somebody 一定是吸引某人 去做某事 让某人动起来 第二 appeal somebody to do 就是呼吁 鼓舞 鼓励你去做事情 最后一个 跟法院招边的 那肯定就是上诉 把案子推到那 送到法院去 记住了啊 重要单词 所以appeal 生出来的 appealing 也是重要单词 它的意思叫吸引人的 等于attractive attractive OK 没有问题 必须打一 这个单词 必须打一 仔细想 appeal的三层含义 吸引 鼓舞呼吁 鼓舞呼吁 第三个 上诉 OK 打一 everybody everybody 每个人 一定要记住这个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个 下面就无所谓了啊 下面就无所谓了 下面简单到了啊 简单到了 下面非常形象啊 大家把那个抽象的appear和那个fuel filter 那个我记住就行了啊 好 下面这个简单了 终于好日子到了 好 pill就是推 那么我们说了除了打压polish 磨 保利时鞋 磨完之外 现在就是推东西啊 把东西从这边挪到那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可以组成这个推 可以组成哪些单词呢 请大家看一下 哦 这么多前缀 我喝口水 喝完水 那你告诉我这些前缀啥意思啊 好 来看 前缀的意思 com两层 共同加强 pro前 x向外 re表示向回 反 des 两层含义 词跟前面一般是分 简单单 前面是否 am 借词和否定 ok 你对了吗 对了请打一 对了打一 everybody 对了打一 好了 那我放心了啊 组成这些单词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compile compile 这个肯在这里 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比较有经验了 当这个compile 这个动词的主语 它不是一堆人的时候 不必要加一起共同 用不着假 没有什么一起推 没这个东西啊 所以它加强意 所以compile 就等于pill pill就等于push 所以compile 就等于pus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叫你知道pus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没问题吧 它叫强迫某人做我们事 所以compile的意思 也叫强迫 push compile 往下看 p-e-l 如果写成p-u-l 我们仔细看清这张脸啊 后面加上or-y 所以它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你仔细看这个p-u-l-s 它就是pulse 我们刚才学的脉冲 脉冲 脉冲 人的脉搏 推动 所以这个k-pill 就等于k-n加pulse 加or-y or-y是形容词 所以compulsory 啥意思也没有形容词 就叫强制性的 你不做也得做 就是i-compile you 你必须要去做 好 下面一个 有一个单词叫compulsive 这个词比较少见 没有compulsory 常见 但是呢 这个单词有什么含义呢 第一 强制的 肯定跑不了 第二 IVE这个稍微有点人性化 就讲人有点禁不住的 忍不住的 好像有人强迫我一样 怎么怎么样 所以请看右边 有一种病叫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它简称为OCD obsessive 痴迷迷恋于某事 compulsive 强制的 强迫的 disorder 不舒服 人的混乱 病症 所以OCD 合在一起 是常见的心理疾病 强 破 症 现在大家咋说了吧 知道了吧 OCD 强迫症 disorder 人不舒服 compulsive 迷恋于某件事情 obsessive compulsive 强迫 要做某件事情 OCD 好 compulsion compulsion compile的名词 啥意思也没有 它跟compile 一个含义 强制强迫 推着你 做某事 好 下面一个单词叫 propelle pro向前 pile叫推 推着你朝前 叫什么意思 叫推进 没有问题吧 火箭的发动机 对吧 推着你propelle 朝前走 那么propelle 加ant 无所谓 你看语境 看语境 如果在语境里面 这是一个形容词 你就说它叫推进 如果它这个名词 叫推进 进 没有问题 下面一个叫propeller 记住要双血 双血 propeller propeller什么呢 我们说过 一二表示 做某事的人 或者机器 没有问题吧 propeller 对不对 所以它叫推进 你跑的那个机器 叫啥 螺旋桨 螺旋桨 不是发动机 原来客人 发动机 螺旋桨 飞机的螺旋桨 船的螺旋桨 都叫propeller 因为他们都推着你 朝前走 好 接着往下走 下面一个叫repel repel re表示回去 比如你看这幅图 你见到一个虫子 很恶心 你拿杀虫剂 把它repel 让它推回去 让它走 所以的意思什么呢 叫击退 击退 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把它叫厌恶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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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看 这个repellent 它是形容词 你看就知道 它的意思跟repel 一样 加一个得 叫排斥的 让它推回去 拿走 滚 就让它滚回去 叫repel 好 这里头会生出来 一个怪怪的单词 就有点长得像 我们那个appear 我们知道appear 那个pear 也是pear 也是推 所以这里的repell 也是推 但是它特殊的用法 你猜一下 好 它的意思也等于re 表示回 pel表示推 所以repell 也叫pushback 推回去 也叫退回去 你只能看到 把什么退回去呢 法案 法令 命令 给它退回去 比如谁谁 颁布了个法令 由国会议会审核之后 认为不合理 repell 所以它叫废除禁止 就是给把这个法案 给你退回去 拿回去 这个不合理 我们不同意 退掉 废掉 好 理解的打一 同志们 我看一下网络还好不好 理解打一 拿走 法案 拿回去 对吧 不要 废除 好 下面一个expel x向外 向外 pear 表示推 expel什么呢 就是push out 撵出去 推出去 请看这些多 比如我上课 发现一个同学 不是我们班的 我把它推出去 就把它撵出去 赶出去 逐出去 expel 拈出去 好 我们来看 expel lee 我们来看了 意义被怎样的人 所以expel lee 叫被驱逐者 被拈出去的人 好 下面这个 我们再来看 叫impel impel i am 表示借词 表示借词 借词就没有任何含义 它不产生任何含义 所以这里的impel 大家记住啊 跟compel 一个含义 它的意思都是强迫 迫使 compel 等于impel 所以只要你看好 两个词前缀 它都表示没有意义的时候 它们组成的单词 也是一样 好 我们来看啊 那么impel表示强迫 那么impulse 升出来impulse 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呢 也是强迫 这里的pose 就是pile 又是push 就是强迫 比如说有时候你买东西 买上劲了 那我们变成了一种impulse buy 就什么 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推着你买东西 快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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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现 哇 最后一结账 发现买了这么多 我们把它叫冲动 把它叫冲动 你冲动了 就像有人推着你impulse 有人在push你一样 所以它叫冲动购物 对不对 所以impulse呢 它在物量也可以指代脉冲 这个脉冲就等于pose 我们刚才学过的 一回事 它主要impulse 还是冲动 那么impulse 跟着它的意思来 叫冲动的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做事很冲动 就像有人推着你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dispel this一定叫分散分开 我被这群人围住 我想走 我就要把他们都推开 所以它的意思 这个单词dispel 就是走走走走 你们都散开 所以把它叫驱散散开 驱散 驱散 消除dispel 好 这样我们的单词就ok了 今天里边有几个重要的单词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头号重要单词就是appear 你记住了没有 A-P-P-E-A-L 这个单词相当重要 以及它生出来的appealing 吸引又吸引力 等于attractive appeal 三层含义 一定要记住 记住了没有 记住打个一 我的 everybody 记住打个一 好了 25分钟过去 我们扫掉了50个单词 大家多加复习 思维导图 用起来 对吧 然后我马上下课 把这个传一下 今天临睡之前 复习一遍 好不好 今天临睡之前 复习一遍 好不好 好的 打个一 everybody 起死人 我先马上上传东西 我们下节课再见 明天见 好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